说最近呢一段两岁的小男孩 拿着棒棒糖接姐姐放学的视频 冲上了热榜 太可爱了 我们在校门口呢就看到了姐姐 这两条小腿赶紧倒腾 用最快的速度奔向姐姐 这姐弟感情让人羡慕不 但是我们话又说回来了 说这个姐弟之间呢有相爱就会有相杀 说这两天安徽安庆的一位女大学生 发现了自己弟弟去年写的这个记仇本 里面写的可详细了 记载了每一天对姐姐的仇恨 比如说1月5号姐姐骂我 我忍了 1月6号姐姐偷吃不带我 我忍了 1月7号姐姐说我王者荣耀太菜 还让我去菜鸟驿站去上班去 我忍不了了 你给我等着 结果这一年过去了 也没等到弟弟的报复 说是记仇本啊 我看是记人本吧 记下了弟弟忍气吞声的每一天啊 好样的